实体经济的寒冬,依然不是近期才开始,现在的实体经济状况,完全可以用水深火热来形容,困难已经是十分的突出和明显,就单单作为一个普通人,感受也是非常切身的。 虽说银行天天把大力支持实体经济挂在嘴边,可是迫于房地产行业的强力吸血,以及银行现代部门的贤贫爱富的观念来说,实体经济的贷款一直得不到良好的保证,各类小微企业融资问题十分严峻,基金链缺口大到难以想象。 再加之现在各大网络平台崛起,京东、淘宝、天猫等购物平台流量惊人,网络平台的价格优势得以凸显,实体经济由于房租的上涨,人工成本的不断跋升,人口红利渐渐消失,依然是每况愈下。 其实不难看到,实体经济真的滑坡严重,记得在去年时候,和家人一起去外面商场逛街,商场里面完全是一副车水马龙的景象,各个店里面都是载满了人,连购物,玩马丹,都排起了场场的队伍。 反观现在,在去商场内,看到的都只是灵灵洒散的人群,而且看起来都只是逛逛,完全没有购物的冲动。 店里面的工作人员全都站在门口腰了,期待有人能进店里面来。 就算只是看看也好,真实状况就可见一般了。 虽说互联网加经济,对实体经济有一定的影响,但是罪魁祸首还是出在资金上面,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些实体小微企业的资金链不足呢? 小微企业贷款坏账不断爬升,为什么银行偏别喜爱房产,而对实体经济不给好脸色呢? 其实道理很简单,银行作为一个付款机构,绝对智商的就是有利可图。 可是实体经济的不良贷款频繁出现,几乎是跃跃都有。 许多小微企业由于前期经验不善,缺乏经验,导致一直处于亏损状态,更有甚至直接破产倒闭。 这种风险是极大的,银行将会面临着直接的经济损失,这完全是银行不想看到的。 所以银行对小微企业贷款可是严厉至极啊,银行风险一丝加强,规避风险是第一要素各代银行,每天的企业贷款申请,那是磨意不绝。 每天都有不计其数的小微企业来到银行申请贷款,其实银行的资金只有放款出去才能获得利益。 银行方面也是十分希望能放出贷款,可是反过来想想,为何有这么多企业每天来贷款? 可想而知,肯定是资金脸出现问题,经营情况不善的企业才会来贷款,所以银行在对待那些不知名的小微企业,那可是谨慎谨慎再谨慎啊。 携带的部门精力,门壳都是把眼睛放得亮亮的,盲目防贷是不可能的。 在实体经济本身就不好的情况下,规避风险就成了第一要素了。 实体经济自身确实存在问题,但同时更要命的是,房地产的爆发式增长压垮了它的最后一线希望。 人们看着实体经济的衰落,又对比较房产的疯狂,许多实体经济者们纷纷抛下企业,变卖资产,然后转身就投入到狂热的房地产之中。 导致了现在最疯狂的房价,每个家庭的六个钱包,都拿去房地产市炒中了,还要面临这每月高昂的房贷,哪里还有资金去消费? 哪里还有打烂去消费? 没有了消费,实体经济又怎么起得来? 这样的恶性循环,不知道还要多久,想要完全解决实体经济的萧桥。 不光要从银行对消费企业的资金的供给方面其余放宽,还要抑制房地产的疯狂增长,可是现在的房地产,依然有太多人被捆绑其中了。 现在再想去抑制,也是十分的困难,真实的状况就是进退两难了,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 这里是无非奶王王王大县事业,大家也可以叫我老王,每期致力于分析各类生活社会事件,喜欢的话可以关注一下。 今天的解析就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